深褐色湯頭 陣陣飄香 桃鍋中除了鮮嫩雞腿 還有一塊塊黑到發亮的 靈魂配料 它就是俗稱黑金的 成年老菜脯 這鍋香純濃郁的 老菜脯雞湯 是客家料理當中的 傳奇加油 老闆登高拿出牙箱寶 向我們介紹 這一大桶已經醃漬25年 買不到 這要知道地方去哪 一般家去哪 拿不到 老菜脯越來越攜手 要找到正統貨源 並不容易 坊間流傳 它可以潤肺 止咳 被視為養生聖品 由於老菜脯製作工法繁腐 再加上技術實傳 價格也水漲船高 成了名符其實的黑金 客家人的就是這麼小條 它這麼小條都不用去切 直接去醃 它的成品以後 就變成這個樣子的 縮掉了 老菜脯的價值 被廣為盛傳 引發收購潮 知識市場上依照不同年份 從美金一千元上下 到幾十萬 甚至上百萬都有 不但價格問亂 而且正價難變 怎麼分辨 一般人也看不出來 一般都是假的比較多 為了尋找稀有的烏金 我們來到傳統老街 一連問了好幾家 終於找到 老闆在這邊 一斤八百 一罐是把這個大瓶的八百 這是幾年的 三十幾年 三十二零 一罐罐透明瓶裝的 深黑色菜脯擺在架上 老闆說已經有三十二年 這是真的嗎 真的嗎 假的 那個便宜 它是染色的 所以大陸染色那個 不但掛保證 絕對是真貨 還熱心提醒 不要買到其他家的染色菜脯 接著來到第二間店 老菜脯這位老的 一斤四百 老闆娘說 因為是批發價 所以低於市場行情 至於年份和產地 同樣近視淡淡 都已經二三十年超過了 三十年 都台灣的喔 對啊 就台灣的 兩家店都宣稱 自己的老菜脯超過三十年 只是單從外表 外人實在難以判別 因此我們將他們帶到 有四十年中餐經驗的 老師傅面前 問問虛實 這個說三十年有可能嗎 沒有沒有 不可能啦 胖三十年 應該是它會更乾 周正文判斷 兩家的菜脯 外表都過於濕潤 第一家甚至一壓就碎 沒有Q彈感 也聞不出發酵的香氣 就連大小都完全 不像是醃製了三十年 他懷疑這些菜脯的顏色 並非天然的氧化作用 而是精有染色的素成品 應該會說更小 不可能會這麼大 三十年應該是再比這個 再少差不多一半吧 懷疑啦 我懷疑它是有染色 為了確認真假 我們分別將它們切成小塊 丟到鍋中煮 結果不到十秒鐘 就開始褪色 周師傅也現場示範 只要將蘿蔔以粗鹽醃製 曝曬後再用兩種色素 混合使用就立刻變成 咖啡色 他說只要放置兩到三個月 就能冒似二三十年以假亂真 這個絕對不是三十年的 這個就是大概一兩年幾個月那一種 為什麼呢 它爛成這樣了 這個很明顯 就是用焦糖色素去染黑的 同樣一眼判定 我們買到的菜脯是染色加工品 林毅力製作老菜脯超過二十年 他秀出大大小小的祖傳 鴨桑堡 告訴我們 不管從二十年到四十年 都有個共同特性 誰也騙不了 你稍微給它擠一下 它會出菜補油 不是菜補水 做食品的還是要良心啦 自己不吃的東西 真的不可以拿出來 經過加工 也許它的成本才兩百塊 它要賣 比如賣兩千塊 這個暴力就超過一百倍 這樣不行 專家一致提醒 若吃到化學加工的染色菜脯 不但白花約往前 還可能使用過多添加物 傷甘傷腎 因此除了別相信 來路不明的產品 購買之前還是得做好功課 以免將黑形食品吃下肚 調查中心綜合報導